这个秋天让它给你来一份不一样的火锅 我用的是鸡腿肉 口感和肉质都会更好 这一块火锅料绝对是灵魂 等到完全化开再加鸡腿肉 火锅料和番茄汁水味道特别的大 和平时吃火锅一样 加点最喜欢吃的闷上一会 吃火锅嘛 那喝的就得解腻一点 青蹄要打碎一点 加一点蜂蜜 绿茶作为茶底 这一杯特别的怪有解腻 时不时还能吸到青蹄的果肉 火锅鸡也蒙好了 番茄的汁水刚刚好冲淡了火锅底料的辛辣 吃起来味道特别的丑厚 快送给你爱的人吃吧